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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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含蓄 今天是第三天 就是在柏林的第二天 應該今天是最 最多行程 最多地方去的 其實也不是 比較多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去 歐洲避害猶太人紀念碑 全名 小兩個碟不是全名 它的全名是歐洲避害猶太人紀念碑 真的只是在歐洲避害 地方避害的 你小心這個 五張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是這一張 猜猜誰會收到 當然是劉美儀 哇好甜蜜 這張是我第二喜歡的 Postcard 寫給我 媽媽 媽媽 姐姐和爸爸 I love you all 我們都是一如既往 堅持的就是 除了城市去城市之外 其實我們都是不搭交通工具的 我們走過去 市內公交 於我們如舖 這樣才能節省錢 不然怎樣要窮遊 窮遊就是在這些地方節省 對 一個小時以內的行程 我們都接受到 所以我們現在由酒店走到去 都行 走到去的全名是歐洲避害猶太人紀念碑 就是3.4公里 就需要9個錢 就是找延長的地方 我們不肯住 大概是 啊!啊! 已經拍了嗎? 是不是拍完? 你還有嗎? 有啊 很想看 哈哈哈哈 這裡就是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當年二次大戰的時候 納粹德軍因為要種族殲滅 殺害了很多猶太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當年希特拉就覺得 他們最純正的人種就是這個亞利安人 他們就覺得亞利安人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純正的人種 所以他們就覺得其他都是一些不純正的 是不應該存在這個世界上的 他們就殺害了很多的猶太人 有成六百萬的猶太人是被害的 大概四分三的猶太人都是這樣被希特拉處死了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避害的起點 柏林 就建立了這一堆的紀念碑 就紀念當時受害的一堆猶太人 為什麼他們的紀念碑會這麼高和這麼密集呢 正正代表著當時他們的恐懼和迷失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就是查理檢查站 那是一個什麼呢 它就是東德和西德中間的一個檢查站 向前面走呢 向北方走呢 就是向東德那邊的 向南方呢 就是去西德那邊的 你現在就即將離開這個美國的佔領區了 所以變成這個位置就是東德和西德的中間的check point 就一個好像邊界那樣的東西 你一走進去就離開這個美國的佔領區了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繼續向這個柏林圍牆進發 還要走多5公里 加油 這裏呢 就是柏林圍牆的原本的部分 那為什麼它會有一粒粒的柱呢 就是去製造回當時 真正柏林圍牆的那個位置 那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應該就是東德的地方 那當時呢 這邊呢 就一個是真的柏林圍牆 只剩這一塊而已 柏林圍牆的主要用途呢 就是去界開西柏林和東柏林的 東德政府呢 就怕東德那些人呢 就會過去西柏林啦 所以呢 他們就建了一個柏林圍牆 就去封住他們 包圍著他們 他們就不給東德的人就 就在東柏林那裡走過 去西柏林 好 我來到東德啦 轉眼又來到西德 東...西... 東...西... 我是Spy 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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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林 feelings are so strong here though I don't belong here sometimes I just stop and listen to the sound there's another world here it's getting better